其實我們都還蠻好的 因為我們也會就是聊天啊 他其實是我休息室的鄰居 他坐在我隔壁 他也說就是會早一天就一起來吃個飯這樣子 就是算是我們球團對他的一個信任 就是我們想要賦予他這個責任 因為其實小應在各個方面 在我們評估下都其實是不錯的 對然後我們就覺得他很適合隊長這個職位這樣子 我覺得單身隊長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每一位女孩我可能都是要關心到他們的日常 或是他們的心情 所以這是我可能也是今年給自己的一個小任務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希望說可以在一些公事上面 可以補足到琪琪在辦一些東西上面的進度 而且主要其實他的工作 其實就是要把大家的心都聚集在一起 團結 那他其實是我休息室的鄰居 就是我們的 他是坐在我隔壁 對 所以其實我們都還蠻好的 因為我們也會就是聊天啊 然後他也說他 因為他最近就是 定居在台灣嘛 然後他也說就是 會早一天就一起來吃個飯這樣子 因為我還蠻歡迎大家去拿他家的 我們還是有視訊他就關心他一下 嗯